走 走 我可以帮你还债 只要你帮我办件事情 什么事 我知道你是国家军 积居的黄金左手 只要你在明天的比赛中 故意输掉 我就能帮你赢大把的钱 足可以还债 打甲球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么 你是不想要命了 嗯 二十年前的事 我回不当初啊 行了行了 你放心 我送你出长安城 送我走 大大 这事你去办一下 是 放心吧 我一定会派手下安全地把你送出去的 嗯 上转吧 上转吧 二十的 乌王 五十三 四十儿 调担了 一脑 我好 我把你后构都给你了 知道我把你车都给你了 你ips下这个 你把你们拿起来 让我把你给你了 他要拿起来 你把你拿起来 你把你拿起来 站住 站住 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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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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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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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揭 大了 ven 走 老爷 见 store 配 浩子 青 女心 倭 倭 朱子 这一大架子人晚上可怎么歇着呢 是不是就是 这原来都是下人们干的活 现在要我们来干 我肚子饿死了怎么办呢 我腿本来都断了 这怎么办呢 大家都是一家人 互相分担吧 我们来分工啊 哎呦啊我们是要吃饭啊 你们还有完没完 你们以为到这里是游山玩水啊 啊 太庙里里外外年久失修 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呢 这样安顿下来之后 就好好地歇着明天再干活 啊 我们怎么歇着啊 来吧 来吧 三位少爷来吧 来吧 哎呀 使劲啊你 給方家人 别跑了 把他都放在你 找我 快走 你找我 为何 有什么大挤小快的 吃饭 是啊 吃吧 已经打死了 不会再有了 吃吃吃 来 背 other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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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看这馒头上这馒头上都是灰呀这怎么吃啊这吃 這拿是灰呀真是嗯这馒头没有关系的把这上面的灰抹进了把这瓶子给撕掉就能吃嗯能吃 嗯嗯能吃啊 好 这 能吃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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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怎么了 水 漏水了 漏水了 好 这又是 一龙越厉害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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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拿他来 接水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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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冷不冷啊 你们都来了 给你送宴箱来了 还真有点饿了 吃几个烤地瓜 那肚子就不饿了 来来来 不过 这里能不能点火啊 这 这地方又大又宽敞的 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你看看 你们母子两个呀 贵主意总是那么多 这就是苦中作乐 早晚要死 怕什么 你这浑小子 又胡说了 艾儿说得对 咱们国家蒙受了 这等不白之冤 这次能够死里逃生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嗯 夫人之见 我们国家蒙受无名 遗臭万年 这要比 满门超斩 更为可悲啊 那王爷以前 历过多少功训啊 平定暗世之乱 那可是世人称颂啊 如今 我可是 完结不保 哎 哎 我们问心无愧啊 我们是遭人陷害的 对 嘿 就凭你问心无愧 这四个字 你替我要支撑下去 总有一天 能水落石出 还我清白 但是铁证如山 要方案比冬天还难啊 你还年轻 未经疯了 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吗 就是 我倒要看看 那陷害人的王八膏子 他还能神奇几天 哈哈 你这话就说对了 哎 我们国家一定能东山在岐 哎 王爷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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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您看我的 ooh 哎 哎 哎 是啊 噓 你好 哎 哎 哎 再来 再来 一种不算终 皇上好厉害啊 厉害啊 厉害啊 来呀 皇上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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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准备膳食 这还真是饿了 奴才马上去 好 皇上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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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皇上 微臣忙着筹办崇文堂 要先行告退了 啊 啊 朕已吩咐 尚书家派人手 为何还要瞎忙啊 啊 本来已完工了 但微臣突然有个新的主意 不知皇上可否支持啊 皇叔但说无妨 这崇文堂 一再培育人才 微臣准备 大行文教 广招世子 可国家人才不能单靠读书人啊 最好能够文武兼备 皇叔是想培养武将 对 本来国家的上武堂承担此任 可是上武堂已经被查封了 实在可惜 微臣想 如果能把上武堂和崇文堂 合二为一的话 嗯 人才当然是文武兼备 是啊 那么四年一四的积居大赛 也可以延续了 这个大赛如果取消了 岂不太可惜啊 啊 众卿家 你们以为如何 嗯 皇上 文武全才乃上乘之选 上武堂不致荒废可节省公堂 学子天出路万民之福啊 文能教化武能御敌实在是不二之选啊 嗯 对啊 哦 嗯 嗯 好 既然众口一辞 皇叔 那朕 就把上武堂 交给你 啊 谢主隆恩 哈 哈哈哈哈 禁皇 多培养一些文武兼备的朝廷 禁皇上 膳师已备好 请到胡心廷用膳 嗯 众卿家 随朕一起用膳去 是 谢主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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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谢主隆恩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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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大人 没有胃口 唉 将军一去 大树凋零啊 水流顺势 何必逆水行舟呢 千万不要以卵击石啊 恭喜王爷 自打郭子夷失事 朝廷之上再无阻力 这叫十来封诵滕王阁啊 皇上对王爷是言听计从 王爷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嗯 就连那几个专唱反调的 也不敢言语一声 他们敢 几只臭臭 本王只要动一根指头 就能把他们掐死 是我这成 你我这王 嗯 王爷 国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 国家虽然被贬去看守皇陵 嗯 但国子一直知道狐狸 他生性顽强 不会就此一蹶不振 对 你呢 那 随本王去皇陵去看看 以防他死灰复燃 好 真是事太炎凉了 哎 公主 我们还是不要在这儿 都留太久 赶紧回宫吧 嗯 嗯 你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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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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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给他下跪 我呸 郭子怡你跪不跪 老夫是三朝元老 受皇上钦封跪为焚羊王 区区一个王爷要我下跪 我怕你是收受不起 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 你的爵位已经被削夺 戴罪在身 你比庶民还不辱 本王奉皇上之命 巡查皇陵 二等去不下跪 等同藐视皇上 郭子怡 此等罪名 你担当得起吗 爹 皇命难为一样 爹 别抗旨啊 是啊爹 哼 恭迎晋王爷 恭迎晋王爷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南岸西下有黄金啊 卓子爷 你竟然屈膝下跪 哼 你过家往日的威风哪儿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王爷 皇陵你都寻过了 还要到哪儿去啊 这是哪儿啊 进去看看 郭子怡 你胆大包天 竟敢欺君犯杀 我郭子怡顶天立地 心见日月 有什么差错 王爷尽管直言 这佛像 他本来是铺金的 何以破破烂烂 这朝天供奉的物品 何故受损 你国家难逃罪责 喂 这佛像一开始就这样了 不关我们的事啊 对啊 我们兄弟几个都可以证明 对啊 是啊 你们国家几个上下串通 还有什么不可以啊 我们再怎么解释也没用了 你还血喷人哪 他这是借题发挥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还是老东西聪明 要比起阴险狡诈老谋深算 老夫是望尘莫及 甘拜下风啊 好 那就快人快语 本王也就跟你说个明白 一个月之内 你不把佛像修好 重新铺金 那 你可就犯了大不敬之罪 这 本王要证明皇上 那时候国家 可就要人头落地喽 喂 你不要欺人太甚啊 乖 记住本王说的话 走着瞧吧 这 这是落井下尸 他这是要赶尽杀绝啊 老夫 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 锦王对我恨之入骨 而且至今对我仍有忌惮 他这是要斩草除根哪 这 这 公主 您终于回来了 您到哪儿去了 去大鼻子家了 是坟阳王府 真是物是人非啊 国家像遭了诅咒一样 非来横祸 我身为公主也帮不上忙 公主 您就别自责了 毕竟你已经尽力了 要不是马如龙神秘失踪 事情早就水落石出了 算了 也许是天意 父皇那可有消息啊 没有啊 我只知道行部广发公文到各州县 希望能早日进打马如龙龟啊 但愿如此 奴才参见公主 午膳已经送过来了 我还不饿呢 公主 您现在比以前吃的少多了 多少也得用点啊 什么菜啊 今天全都是些新鲜的菜式 您看啊 有蒸干炒鸡籽 还有鱼籽蒸鱼 我这儿 您看 还有这个棋子山药汤 怎么全都是籽啊 巧立明目 谁出的主意啊 不就是那个宝妃娘娘吗 对啊 我刚才听说 宝妃娘娘临盆在即 她希望能为皇上生下太子啊 真是荒谬啊 她生下太子之后啊 那皇后的位置不就稳如泰山了 迷信哪 哎 哎 嫁入宫中的女子 谁不想当皇后啊 对 我刚才听说羽衣全都赶到成花宫去了 说不定是她快生了 哎 说不定这个时候啊 她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咕咕坠地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们去看看呢 哎 哎 建梅快点我们走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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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就使不上劲呢 这爱妃都进去两个时辰了 怎么还生不出来呀 皇上伤暗物躁 御医正在照顾娘娘 什么伤暗物躁 不行 朕得进去看看 皇上不可 有何不可 妇人生产 血污染床 不吉利呀 皇上您是九五之尊 绝对不能看 胡说八道 朕带下爱妃的安危 朕一定要进去 跟请皇上三思 夫妻 娘娘 三思 让你知道什么叫三思 三思 你四年 三思 老大胆的奴才 父皇 你怎么生气了 这个死奴才居然敢拦着朕 不让朕进去 夫人生产 皇上是绝对不能去看的 奴才是怕皇上看了有损颜面 倘若是给立官记载在典籍之中 世人皆知 你还敢嘴硬 还会遗臭万年呢 父皇 是啊 会抽那么长时间 好啊 皇上 抽就抽吧 朕得进去 皇上皇上 父皇 男人看了势不吉利 我是女的 所以你不用怕 我去看看 好主意 平儿 替朕去看看 皇上皇上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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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劲啊 用力啊 娘娘 快用力啊 算了 生孩子跟生鸡蛋一样轻松吧 为什么弄了那么久啊 公主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宝妃怎么了 大哟小叫的 是像父皇撒娇吗 娘娘用力啊 好了 让我来看看 快 让开 忽妃啊 娘娘 忽妃 忽妃 世家公快生不出来了 忽妃 忽妃有了疼吗 忽妃啊 太子马上就要生不出来了 忽妃啊 忽妃啊 到底是真疼还是装的呀 忽妃 忽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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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娘 宝妃 父亲啊 宝妃 娘娘 娘娘 怎么了 怎么了 宝妃 宝妃 娘娘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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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了 娘娘的气息越来越弱 时辰已久 再这样拖下去 对娘娘不好 一个人也会被憋死的 对呀 娘娘同样也有生命危险呢 那怎么办啊 看来母亲跟孩子 两个只能活一个了 我去禀报皇上 要皇上选一个 对 选什么 两个只能活一个 是啊 不行 两个都要活才行 可是娘娘已经气离不知 生不下太子了 我去禀报皇上 你给我站住 娘娘 先别禀告父皇 让我来试试 娘娘 娘娘 你让开 宝妃 还不快把太子生下来 若有不测的话 别说当皇后没你的份儿 就是在大明宫 你也休想再抬起头做人了 我要马上叫父皇 把你送到冷宫去 你不信等着瞧吧 白 白婢 想把我送进冷宫 妹妹 我 我要生太子 我要当皇后 好 我要叫父皇 并迎妃为后 你不信 你试试 我 我跟你拼了 好 使劲 你有本事 你生出来 你生出来 你生出来让我看看呀 太子的头出来了 快了快了 快生出来了 用力 在用力 生出来了 太好了 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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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啊 真犯贱哪 要不是故意骂你 你也不肯把孩子生下来 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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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啊 艾妃啊 艾妃啊 辛苦了 恭喜皇上 宝妃娘娘顺利分娩了 大小平安 好好好 父皇 你快过来看看小公主 好好好 跟着 是公主 宝妃为父皇添了个女儿 哎呦呦 是女孩 不是男孩啊 父皇 你干嘛呀 女孩儿有什么不好的 我就是女的 我既聪明 又孝顺 哎呦 真知道 公主好事好恨 可公主不能当太子啊 哎呀 父皇 你刚才没进去看 宝妃不知道有多辛苦呢 为了生孩子 差点一命呜呼 哎呦 真知道 知道 这个 太好 好喽 父皇 小公主 叫什么名字 名字 名字 没想过 那可不行 父皇应该尽快给她想个名字才是啊 禀皇上 小公主的名字要及早定立 以便公布于天下呀 天下万民都等着听这个喜训呢 这本来想了好几个名字 那都是给太子起来呀 这公主想都没想过 那好吧 就由我这个姐姐代劳了 我叫生平 他就叫生兔吧 生兔 兔就兔吧 生兔妹妹 姐姐看你来了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名字呢 你有所不知 其实这个名字是我顺嘴说的 很奇怪是不是啊 对啊对啊 叫生兔 哎呦真是拗口啊 对啊 小公主贵为尽之欲耶 起名自是体大 朝廷一定是经过了深思属于的 对对对对 哎老学姐哦 哎 你买副金轮知道名字的意思吗 哎 当然知道了 兔者平地起高楼啊 哎 这意味着小公主一定能够出人头的 哈哈 上家的名字啊 哈哈 皇上真是一名啊 是啊皇上 想不到我顺手拈来 哎 当哥还有大学位呢 大家都高兴 只有一个人不高兴 嗯 谁啊 包飞娘娘啊 她知道自己的女儿改了名字 大发脾气呢 哈哈 父皇的进口一开 谁也改变不了的 哎 还是没有头绪 哎呀 马儿龙到底她到哪儿去了 哎 你们看 嗯 你们来了 里边请 啊 啊 你们都在啊 啊 公 噓 叫我生平就行了 生平姑娘 嗯 在朝中有没有听到马儿龙龙的消息 没有 人海茫茫不容易啊 真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才可以提国家方案 哎 兄弟啊 你东西掉了 哎呦 你看我真大意 要是丢了 驿战肯定饶不了我 哎 谢谢啊 谢谢 是个送信的 啊 马儿龙追随坟洋王 东征西逃 他跟家人定然有书信来往 只要知道马儿龙的家乡所在 就可以顺藤摸瓜 嗯 胡死必守秋 机会很大啊 好 我马上通知父皇派人去搜 这是下下策 欧阳姑娘说得对 马儿龙现在是金公之鸟 一定会躲起来 官兵太张了 那怎么办 我们几个去 啊 很危险的 为了郭大哥 龙潭虎穴我也要闯 好 万事小心点 有消息就马上通知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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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文 啊 你要出门吗 我们要去找马儿龙 你们知道他的下落 你们知道他的下落 我们只是有一点线索 去驿站查问过 马儿龙不下多次往家里寄家书 啊 那你们怀疑他躲在家里 啊 啊 爹 和郭子夷是有些争执 那只不过是证件不同 他现在被贬看黄陵 爹这心里很难过啊 只要找到真凶 就可以为郭家洗脱冤情 秀文啊 事情复杂 郭家的罪状呢 又铁正如山 爹也很难说清楚 他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 郭家是清白的 你那么肯定 当然了 我在上午堂读过书 我跟郭爱情同兄弟 他从来都不会骗我 啊 你别误会 爹没有怀疑过你们之间的友情 这些银票拿着 要出门了 怎么能没有盘着呢 记着 千万要小心啊 危险的事情不要做 等有了好消息 一定及时告诉爹 爹会帮你们的忙啊 谢谢爹 我先走了 谁啊 哎呀是你小子呀 昨天你不是手里一夜清风堂不在家睡觉跑到这里来 你你这是搞什么鬼 大娘病了嘛 我们也没钱给她请大夫 那我就想打点野味给她补补身子 如果打多了还可以到市集上卖掉攒点钱 就可以给她请大夫咯 爹错怪你了 没关系 这养家糊口原本是爹的责任 如今却让儿子来操心哪 爹呀不能这么说 我也没介意过 我们始终都是一家人啊 况且如今到了这个地步 还分什么你我呢 说得对 哎呀 爹是老糊涂了 来 爹跟你一块儿手练 你也要来 怎么 你瞧不起我呀 你得我征战沙场三十年 饱刀未老 那好啊 你去打练 我在这里不陷阱 好 好 来 好 这么丰盛的饭菜 我不是在做梦吧 哎呀 这需要好多钱的 我们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这么多饭菜呀 没花一文钱 是吗 是吗 是全家用辛劳换来的成果 爷爷啊 是爹用尖射下来的 那野猪啊 是爹设下陷阱 那些野猪啊 是我跟三嫂上山摘的 还有这些鱼 这些鱼 可是六少爷抓到的 这些都是真的 是啊 锅干锅药本是文若书生 有王爷这么一支点 摇身一变 也成了猎户了 哎呀 这三十多年的辱马生涯 行军在外 不知碰到多少次粮草不足 都得靠着随机应变 才应付得过来呀 没吃的 就狩猎摘野果 捉鱼啊 挖野菜呀 哎 这 怎么能这个坐以待毙呢 是不是啊 是啊 是啊 所以说呢 只要有信心 绝处也可以逢生 嗯 对对对 老爷说的有道理 哎 哎 这饭菜都凉了快吃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 阿婆啊 你也坐下来一块吃吧 哎 哎 郭福是下人 就不做了 哎呀 如今你我都不是主仆了 是一家人 对 来来来 赶快坐下来吃吧 是啊 好好 谢谢老爷 我先过去拿饭 那你们先吃 你们先吃 好 那马上过来啊 爹呀 我有个主意啊 嗯 野猪肉可以 做成腌肉 拿到市集上去卖 嗯 哎呀 对呀 把那鲜鱼拿盐捏一盐 不也成鱼肝了吗 是啊 还有山草药啊 野菜野果什么的 都可以拿去卖钱 哎呀 六弟啊 这可不成啊 它毕竟我们是 我我我还要拿出去卖 那我们岂不是 要沦为小贩了吗 就是啊 小贩又如何呢 哎呀 抛头露面的 那多丢咱们郭家的脸面 是不是啊 是啊 我们负阳府的脸面 何存呢 那就算了算了 我们艾儿也就是说说罢了 嗯 不是啊 我是认真的娘 嘖 爹 哦 哎 这个妈 我是 我们打来的野猪野燕啊 全是靠自己的牢力来的 没偷没墙 有什么可丢脸的啊 嘿嘿 就是啊 嗯 可是这这个她 总觉得不妥吧 是啊 哎 哎 各位乡亲父老啊 野猪肉 上好的腌肉 哎 便宜又好吃 快来买快来买啊 哎 五文钱了啊便宜 哎 哎 来来来 便宜啊便宜 哎 你把那头巾取下来吧 哎 这要是知道 我是王爷的三太太 在这儿卖鱼干呢 王爷肯定不高兴 哎 我最怕肚子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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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买快来买 买买买买买菜了啊 买买买买买买 上好的野猪肉 哎呀 买买买买其菜 这位大哥 嗯 味道不错 多少钱啊 鲜肉干五文钱一斤 真的啊 真是又好又便宜啊 来买五斤 好好好 来你看看还有这个呢 这菜这么新鲜 多少钱一斤啊 五文钱两斤 哎 你看看这个 这肉好啊 哎呀五文钱哪 哎五文钱哪 你来打吃个机会想下回头吃的 很难啊 五文钱 好 好 你看看 哎 郭子依啊 郭子依 当小贩丢脸 还是靠老婆孩子买东西丢脸 哎 哎 好吃啊 都买点 买了买了 买了 哎 乖啊 哎 爹 这位姑娘要多少肉啊 哎 要二斤吧 啊 我是一家之主 养家糊口该是当爹的责任嘛 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来来来 一 快来买快来买 哎 哎 快来买咯 上好的鹰肉 上好的鹰肉啊 上好的鹰肉啊 来快来看一看啊 上好的这个野猪肉啊 上好的鹰肉啊 还有鱼盖儿 还有鹰肉 便宜卖了 鹰醉鹰肉 快来买呀 上好的野猪肉 啊 终于到了 你们累不累啊 好 连日舟车劳顿 长途跋涉 大家都累了 是啊 这里怎么这么破败啊 原来是穷乡屁的 要不是为了追查马如龙 还真不知道有这种地方 你们好像是外乡来的 是啊 你们这里住了很多人吗 三年前刮了一场飓风 不少房舍被吹倒了 不少村民也都搬走了 请问村长在哪里 你们找村长啊 村长家离这不远 过了祠堂 向左转 门口放着木头车的 就是村长家 谢谢您 好 谢谢 家里有人吗 请问村长在家吗 好 在在在在 在下就是几位屋里请 好 各位请坐 请请请 好好好 请 这位是我的内人 还不赶快给客人倒茶呀 好嘞 孙长不必多礼 啊 是我眼拙 你们几位呢 我怎么好想 好 在下秦峰 这位是欧阳姑娘 这位是李修文 秦公子 咱们以前见过面吗 没有 没有 我们是来寻人的 找谁呀 你们这里有一个叫马如龙的人 你知道他的下落吗 马如龙 我不认识这个人 据我们所知 他就是贵村的村民啊 他的家乡应该就是这儿 马如龙 按我记忆所及啊 我们马家村没有这个人 但据我们所知 他曾多次写信回来 就是寄来马家村啊 要不就是消息有误了 但在我们这个地方 姓马那是个非常普通的姓氏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马家村呢 哎呀 看看啊 买了几天的腌肉啊野菜啊 就换了这么几片金箔哦 爹 金子很贵的 是啊 佛像这么大 要多少金箔才能铺满哪 是啊 是啊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全家齐上针 一天几片 那十天就是几十片哪 一家子很快就可以把这菩萨 却成纸菩萨了 没错啊 到时候啊 你一菩萨就还原成金佛像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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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们全家齐心协力 晋王他想借故陷害 还没那么容易呢 是 爹 对不起啊 爹 我们错了 我们只顾颜面 不肯放下身家 六弟说得对 凭劳力赚钱 谁也不能轻视我们 明天啊 我就和娘子到市集去卖腌肉 我和娘子上山狩猎 挖野菜 好 好好 好啊 这样说就对了嘛 是啊是啊 咱们全家齐心合力赚更多的钱 那菩萨很快就被金片片铺满了 是啊是啊是啊 是是 啊 晋王啊 晋王 你听见了没有啊 啊 量你再怎么阴险狡诈 我们这一家子还能怕你不成啊 就是 就是就是 没错 正所谓兵来将党 水来吐烟 父子同心齐力断尽 父子同心齐力断尽 秀文 秀文 看来我们真的是错了 我们问遍了这里的村民 都不认识马如龙 秦大哥该怎么办 既然没结果 不如明早就离开 走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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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